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堂班 對農業一竅不通的謝富賢 為了給小孩一個快樂的童年 決定辭掉高薪的海外婚紗工作 回到太太的家鄉屏東 買地種羊香瓜 首當其衝的就是土壤問題 她該如何改良土壤 種出不同品種的羊香瓜呢 一塊來看看 在溫室裡種植羊香瓜 尤其是天氣悶熱時 真是汗水如雨下 你能想像羊香瓜農 歲富賢 原本在新竹科技園區的科技主管 卻轉行當農夫 當然年齡也到了 就碰到一個很好的緣分 就跟老婆結婚 結了婚之後 老婆會認為說 那還是要以家庭為重 因為她在婚紗業 在外校婚紗 做婚紗設計的工作 也很長時間了 也是在親戚的家族企業裡面 為了太太她選擇一起從事海外婚紗業 隨著小孩出生 她才又開始思考 陪伴孩子成長的工作 我為什麼要轉農夫 因為覺得養夫妻以前的腳步非常快 尤其在國外 我們都日夜顛倒 所以我們時間都很充分地去運用 比別人都是 人家一個禮拜七天 我們可能八天的運用 可能沒有假日 那很期望有假日的時間去陪小孩 從科技業 婚紗業 再到專職農夫 這三個跳痛的行業 謝富賢願意從不懂到專業 她努力在每個階段 扮演好每一個角色 像這個土 我們要把作物種好 其實就是我們土要把它養好 那其實我們在用很多的微生物 去保養這個土壤 讓土壤更健康 只要土壤健康 其實我們就會更好種 種的作物也會更健康 那果實也會風味更好 所以我們一直針對土壤的保護 尤其我們現在溫室 它其實上面是一個塑膠濃膜 它的雨淋不下來 所以有這個外面下很大雨 這個也不會淹水 水也淹不進來 在溫室裡的土壤雨淋不到 其實土壤是會越來越乾 所以土壤的保養比露天的 還要嚴苛很多 而泥土裡有數不清的 億萬微生物在裡面 善待土壤保養土壤 成為農夫首要的任務 所以我必須要 不斷來去補充 我的土壤的有機質 和我的土壤的微生物 讓土壤更健康 所以目前看起來 是它的成果算很好的 那土壤的土壤團力結構 和土壤的鬆透性 根系可以發展得更好 楊香瓜農 謝富賢很重視土壤養護 他為了要從事農業 在屏東岩埔 找了一百多塊的土地 才有緣分買下 目前耕做的這塊田地 我覺得就福地不認居 那有這個緣分 買到這塊地 但是因為不是蟲農 也沒有不是農夫 所以也不曉得土壤是怎麼樣 所以就傻傻的就買了 那買了之後 也不曉得說要去驗土 那後來才知道說 土壤要去驗土 剛開始的時候 土壤的有機質很低 人家講說 這塊田是很散耶 很貧瘠的地 因為我剛買這塊田地的時候 是二十年來都是荒廢的 沒有整理耶 沒有種植 那後來種了之後 我們才慢慢來去 開始用蔗渣 去增加有機質 後來用牛糞堆肥 去增加有機質 那現在我用早炸堆肥 去增加有機質 就慢慢慢慢的去 讓土壤更好 以前的土壤 感覺踩起來是很硬的 而且沙子很多 石頭也很多 那現在慢慢的 就讓土壤已經更鬆了 然後我覺得 在微生物上面 它其實 可以讓土壤的味道也好 那有抑菌 可以讓土壤更健康 以前它也是 河走過的地 我們這個是算 屬於河創地 而且我們這邊 秋眼非常多 還好羊香瓜 是淺根細的 這個原本平擠的河創地 土表很淺 謝富賢表示 不到三十公分的土表 卻很適合種植羊香瓜 人家講頭吧 所以我土表的 是偏向於在 黏土 進於狼土 所以但是 經過我們翻土之後 這個會變成一個沙狼土 所以這個透水性很好 所以剛好也很適合羊香瓜 因為它不會淨水 不會泡水 甚至水分稍微多一點的時候 它排水性很好 透水性很好 所以還好 當蘇里傻傻地買這塊地 還好也是適合種植羊香瓜 謝富賢在這塊田地裡 一字排開 共建了八棟有間距的 建議溫室 這樣分開型的溫室 是透過農改廠的專家建議而建的 農改廠也建議我 不要一次搭 一棟 大大棟的溫室 所以我就選擇分 八棟 八棟的小溫室 小溫室 後來這樣的一個建造 也對我整個生產管理很有幫助 第一個 我可以分批次 種植 一批次一批次 不會影響到 再來就是 病情 疫情的管理 比如說這一棟有蟲害 或者病害 不會影響到另外一棟 再來是一小棟一小棟 它的通風性會比較好 觀摩過其他農民種植 楊香瓜的場域後 謝富賢認為 楊香瓜著重在管理 而楊香瓜需要良好的日照 簡易的溫室 只要能抵抗風災就可以 台南農改廠 我碰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黃岳門老師 他很願意跟我講 楊香瓜怎麼種植 楊香瓜需要怎麼樣一個設施 那他還帶我去看很多的設施 之後才知道有一個方向怎麼搭設施 那他也建議我說 你去看別人的溫室 我也開著車去溫室最多的地方嘉義 我就看了很多不同結構 不同的構造的溫室 後來選擇這個檢疫溫室 是因為有人比我這個溫室還檢疫 像種菜的這種手桌舉起來 就摸得到高度的屋頂的溫室 也種得起來楊香瓜 一切備齊之後 種植楊香瓜 完全沒有經驗的謝富賢 卻是照書養 第一次就養出成功的楊香瓜來 還好有一個很好的機緣 我就找到一本書 是楊香瓜的健康種植管理 那是台南農蓋廠 黃耀門老師這寫的 所以我就照書養 第一次照書養就種成功了 從我自己育苗 自己做移植定植 在整個的落藤管理 在生殖生長 營養生長上面 到怎麼樣釣瓜到採收 這個時間都掌握得很好 所以第一次就非常成功了 沒想到照書養的楊香瓜 第一次就完美成功 謝富賢覺得自己應該有 種植楊香瓜的天分 第二次就乾脆不照書養 照自己的想法 結果遇到很多挑戰 台灣日本新疆的楊香瓜有何不同 謝富賢認真研究不同品種的特性 以及適合種植的季節 一整年植種楊香瓜的牠 該如何克服連坐障礙的魔咒 種出消費者秒殺的楊香瓜呢 讓我們看下去 我賣的都不會比別人貴 因為常常知道我們瓜 像我種六年嘛 那現在目前越來越多人 是吃到我們瓜 知道我們瓜之後 他就說我吃不慣別人的瓜 謝富賢的楊香瓜不只品質好 價格也不貴 所以CP值很高 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常常楊香瓜一到採收 就被秒殺 其實種楊香瓜 它是有個很高的門檻啦 尤其有些人真的 每一年碰到這種天氣的時候 也就果足不前啦 因為這一座可能就沒辦法摘配 你就沒有得收嘛 所以就沒有收入 那我們春季和秋季 我們都種得很好 那像我春季 基本上上一季都有九成的兩率 楊香瓜有一個好處 就是需要後熟 後熟可以增加儲運時間 對瓜農來說 可以延長銷售時間 客人收到的時候 他也捨不得吃啊 他說它很漂亮 那他也可以放在餐桌上 稍微欣賞一下再吃 那可以放個三五天 再放冰箱再享用就很好 採一株一刮的栽種模式 並且用特殊獨立繩座 讓楊香瓜植株靠一根繩 直線爬升 整理這一顆的時候 可能會動來動去 可是它不會影響到我旁邊的 如果我今天試用爬藤網的話 爬藤網是整片的 所以我只要動這一顆 它其他的整排都會被影響 都會動 所以我這個 它也好操作 它也好整理 那也不會影響到其他的 而且獨立繩座 可以在沒有種瓜時 直接收起來 也不影響翻田或灌水等其他工作 震動會讓它有什麼影響 其實會有影響啊 因為比如說 如果震動可能會 讓它去接觸到葉子啊 或者它的母蔓啊 那對它越少的震動也是好的 甚至連育苗都是謝富賢 自己親自做育苗 而且為了栽種過程中 有些意外死亡的種苗 它會另外多育一些苗做補苗 台灣品種在我們台灣 尤其剛入門的農友來講的話 比較推薦在種植 那日本的品種阿露斯 其實它有一個水土的問題 在台灣也會比較不容易種 所以挑戰也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阿露斯它的 承受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越長的時間 對農民來講都是一個風險 日本阿露斯或是台灣美華品種的 羊香瓜等等 在種植技術上或瓜果的口感 不盡相同 所以不同時節 謝富賢會依序種植不同品種的羊香瓜 它的網紋也長得不好 你看這個就結痂的很明顯 對 這個結痂還沒有退 所以它長得也不是太好看 這個會頭小的話變天鵝 會變比較粗 比剛剛我們看到美華還粗 那它的間距也會比較大一點點 日本品種阿露斯是有一個現象就是 它的成熟期比較長 所以成熟期越長 它的風險就越高 那相對的它的品質也很好 很多人都也很喜歡阿露斯的品種 所以只要目前台灣市面上 有的羊香瓜品種 基本上七八成以上我都有試過過了 大概可以掌握時間點 羊香瓜種植門檻高 而謝富賢卻可以打破連坐障礙 一年四季接連種植 五年前有這樣的一個緣分 因緣際會去認識到光河菌 那時候對光河菌覺得很神奇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說 微生物是可以讓土壤好的 可是一般我們市面上 買到的微生物資材 其實都要花很貴的費用 而且量很少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在土壤裡面 微生物 其實我們都很省著在用 後來遇到光河菌之後 了解光河菌才知道 我們農民自己就可以去 曬太陽培養光河菌 很容易 在食品研究所 廖立林博士主推 甚至下鄉指導農民 如何製作光河菌 甚至讓農民懂得運用菌種 還特別舉辦課程 光河菌它是一個成本很低 再來就是它的菌數很高 而且它是一個很基本的微生物 可以誘引其他的微生物 有更好的土壤微生物像 所以那時候光河菌我用了之後 其實微生物不是一觸可擊 像農藥肥料一樣 一下去就看得到效果 它是必須要很長一段時間 慢慢去讓土壤恢復它的生機 所以我用了五年 我覺得土壤的生機 生態已經非常好了 所以我現在也盡可能讓土壤 每次清源一定保養土壤 大量的微生物下去 光河菌下去 再來就是我每週 我都會澆灌光河菌 讓土壤的光河菌 可以活化我的土壤 除了光河菌之外 謝富賢搭配成功大學 研發的各樣菌種做搭配之後 謝富賢只單一種植陽香瓜 嘗試各式各樣的品種栽種 這六年來我就一直不斷地在試 從我們本土的品種 像台南農改廠研發出來的 台南13號 台南13號 12號 14號 這些台南系列都種植得非常好 那也種植了農友公司的品種 農友公司的品種也很多種 那近年來大家回想非常好的部分 是新加哈密瓜卡米拉的部分 就是我們嘉義地區 所謂的嘉義極光 這個大家吃過的人反應都很好 楊香瓜一年四季幾乎都可以種植 謝富賢已經摸索出哪一個品種 哪一個時節種植最恰當 而謝富賢從農之後 他獨中種楊香瓜 不只種出興趣也種出專業心得 歡迎回到美齡新台灣 從土壤改良再到微生物菌的使用 謝富賢從2018年開始上 微生物光合菌課程之後 不僅非雨季階段 種植成功率高達九成 也逐漸克服了極端氣候的影響 現在就來看看 他是如何從一開始累到翻的農夫 到現在逐漸達到理想中 咸雲野鶴的田園生活 那時候我們覺得說農夫 我們是自己的事業 可以比較好掌握自己的時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以家庭為重 那覺得說應該做農業 可以比較咸雲野鶴的生活 所以就往農業上去發展 所以才會選擇農業 專業種植楊香瓜的謝富賢 下半身選擇當農夫 最主要想要陪伴孩子成長 做農夫之後 我發現就是我們的腳步 比以前這樣常常飛來飛去 甚至在台北這種腳步 慢了很多 我很享受這種生活方式 尤其可以跟小孩子 每天都可以在一起聊聊天 尤其我現在小孩 大的要上大學了 就會離家到大學裡面住宿生活 所以我很感恩 就是我們這段期間 小孩子都可以一起生活 那可以常常跟小孩子陪伴聊天 讓他知道父母陪伴的過程 讓他知道我們導引他 以後發展的方向 不只給孩子們有父母陪伴的快樂童年 謝富賢也把這幾年學習到的經驗 分享給其他農業的朋友 那我覺得種楊香瓜的門檻很高 那也可以讓我們管理這個 然後去傳承 讓更多人了解楊香瓜 我也願意分享 我覺得這種生活很好 講究品質也講究楊香瓜的食安 謝富賢用微生物菌 克服了所有病蟲害問題 不只讓自己從事農業 沒有噴藥的負擔 也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我們也響應農政單位在講的 農藥減半 肥料減半 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現在目前農藥也非常非常少 因為我是慣型 那非到不得已 我可能才會用農藥 而且也是安全用藥 那肥料來講 我盡量以有機質肥料為主 那像我們每個 基本上每個禮拜 會跟光合菌走的 我也會用有機液肥 自己製作的有機液肥去補充 所以我想 以土壤健康的模式 去讓作物健康 只有兩分地 一年分三季種植 而且蓋八棟小溫室 可以輪流種植 每一棟都是獨立的 才能確保種植上不互相影響 以養香瓜來講的話 如果我種八棟 一棟四百棵的話 那大概就是三千多棵的 那我目前的兩域都可以 到達九成左右 所以我目前的兩域高 品質也不錯 所以我現在目前銷售 都是以宅配為主 那我一般都是 大概接近採收期的時候 我確定我可以出多少瓜 我都會去公佈 直接用通知的方式 告訴我這些親愛好友 我有瓜 基本上我都是秒殺 很快一天兩天 這個訊息就會被大家訂完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宅配 只要種得出來 都銷售得出去 這個宅配沒有問題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品質 品質可以支撐你 一個未來的永續發展 謝富賢是維生物菌的愛用者 他依照所學依序製作使用 而且長期的觀察 讓他更相信 維生物菌對土壤以及農作物 帶來相當大的好處 以前農夫講的就是說 要植物好 用肥的勾就好 就是肥料不斷地去撒 但是我們一直在學的時候 就知道說肥料 尤其化學肥料用多的時候 土壤會酸化 所以我在溫室裡面 用肥就非常謹慎 甚至我是推薦肥料的用量 一半的左右我去下肥 盡量使用有機質肥料去下肥 所以裡面來講 我目前驗土也沒有所謂的 鹽肌的問題 那依稀也非常的正常 所以以光合均下去之後 我現在目前作物長得很好 近年來極端氣候影響 時而下大雨 時而出大太陽 最容易造成羊香瓜枯萎 影響漲勢 怕下雨跟颱風來嗎 對 因為颱風的話 又怕設施被損害 那下雨 像屏東這個七八月的雨季 很少看到太陽 因為羊香瓜它是需要 長日照的作物 那太少的陽光 對它來講 陰雨天對它來講 是非常傷害的 因為它會長得不好 那再來就是雨季太長 太久的陰雨天 那造成如果太陽一出來的時候 會讓它的針扇太快 植物椅可能也會受不了 會更軟趴趴的 所以這個雨季 對我們在種羊香瓜來講的話 是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我們就是比較怕濕而已 那像月熱 像這種極端氣候 那如果沒有下雨 其實以屏東氣候來講的話 溫室裡面都可以達到 四五十度以上 那其實我們只要適時適中 在那個夏天很熱的氣候裡面 你選對一個耐熱的品種 羊香瓜還是可以種得很好 太陽太大太熱 對羊香瓜來講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就是怕雨而已 專注研究羊香瓜的謝富賢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 他靠高度的求知育 以及遇到問題 就請教前輩 從學習以微生物菌 改變貧己的核川地 逐步克服各種病蟲害 或氣候帶來的問題 在農業的生活中 謝富賢找到從農的成就與樂趣 中文字幕提供